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醫師, 我的朋友說他臉色不好 你看看是不是很差 大批圖, 很難看得清楚 那倒是, 我代他問 他說他經常臉青青 其實人的臉色是紅潤或青青 是不是天生的? 臉色來說 其實跟後天的因素比較多 因為中醫認為都是皮為後天之本 如果後天的飲食消化不好 令氣血伸出不了 臉色會很毀黃和沒有光澤 健康方面, 有甚麼因素 令人臉青青? 我看得最多是大學生才臉青青 因為他們經常熬夜或壓力大 又喜歡吃高熱量的快餐 所以會令氣血不通 臉色經常會有點青青 沒有血液 如果想漂亮, 又想健康 在飲食上 有否有食療可以做到呢? 中醫的角度, 青色屬於乾 要梳乾解鬱為主 我會推介一個叫做 玫瑰花佛手甘的茶飲 對, 材料都有玫瑰花和佛手 這兩種都可以梳乾解鬱 對, 兩個材料 好, 用三碗水煮十五分鐘 然後喝一碗就可以了 明白了 大家一如吃好一點, 吃好一點 我們繼續探討抑鬱加暴食 如意會死人 兩位嘉賓分別是… 朱菲菲和精神科專科駱子榮醫生 菲菲, 我想問 抑鬱和佛手甘的情況 對你們來說是維持了多久? 已經好幾年了 我由2016年開始 到我真正正康復 應該是兩年前 對 你什麼時候才覺得 我真的要求助呢? 因為我真的胖得不能再形容 我當時去到68公斤 我由38公斤到68公斤 對,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了 我很想改變我的人生 我不想再浪費了它 我就會跟家人說 不如我們做一些事情 令我好一點 或者他們就帶我去看細衣 但其實我很矛盾 我又想好, 但我又很害怕看細衣 我會覺得看細衣是否不正常 我是否有精神問題 對, 或者是這些 後來我家人就帶我去看中醫 用一些譬如說 我們當作調理身體 不要太刑罰, 要去看醫生 醫治好你的病 慢慢吃中藥, 吃了一整年 情緒就穩定了 加上正常地上班 融入社會 去跟朋友外出 慢慢變得更好 這個病實很大 因素就是心理中的因素 其實當時你的治療 是否相信你 當你瘦到一個位置 你覺得很開心 但你有時候會出去 跟朋友聚會, 多吃兩餐 突然之間 糟了, 好像胖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算好, 我會很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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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開始收集自己的一段時間 就好像又去到之前 幸好就是真是一段時間 比較短暫的時間 然後再… 我們較為是樂天 去做運動 即是面對 又浮沉沉沉 直到兩年前 我覺得人生突然…不知為何 是一聲豁達, 我也不知為何 是突然之間, 好像想通了 就好像到現在正… 對, 這兩年真的沒什麼 應該挺困難, 是嗎? 最困難是當時什麼情況? 哪個治療又要面對工作, 面對鏡頭 其實最困難的就是面對大家 整天上班, 每天大家梳化服 看到我第一句說, 為何你還這麼胖 你減了這麼多年, 還這麼胖嗎? 這種事物, 我很害怕 令我刺激很不想說話 很不想面對別人, 每天都是 例如在鏡頭前看見, 都是很胖 觀眾看完, 我看評論都說 很胖, 又很醜 這種事物, 覺得很煩, 很討厭這些字眼 對, 所以導致… 現在身體很漂亮 謝謝 樂醫生, 我想問 抑鬱症和飲食失調 是兩種不同的病徵 其實在治療的方法有什麼不同? 其實有點不同 因為我們說飲食失調 剛才提及過很多身體上的毛病 或者風險, 包括電解質不平衡 可能會心跳慢慢減慢 或者會暈倒 所以在飲食失調 我們治療先要雙向進行 包括要慢慢調理她的身體 例如我們會跟營養師合作 慢慢調教她的餐單 在一個安全的速度 慢慢增加綁 而且要密切地監察 例如她的維生指數 或者抽血看著她的血中 不同的電解質、濃度 是否在安全範圍之下 另外同時也要繼續做一些心理治療 而本身飲食失調 譬如只是驗食症 她沒有抑鬱共病的話 其實驗食症是沒有藥去治療 所以心理治療是會主要的治療 但是如果她有共病 譬如說有抑鬱症 我們通常就可能會 就著病的身體狀況 可能會考慮加一些抗抑鬱藥等等 但如果只說抑鬱症的話 通常我們就會看回她的嚴重程度 然後看看是需要單憑心理治療 還是要加少許抗抑鬱藥 譬如選擇性血清素 再攝取抑鬱劑等等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我們要找回每一個病人 她背後真的會發病 真的會不開心的原因 或者她的壓力來源 才可以對症下藥 所以每一個病人 其實也有不同的治療方法 剛才也說 有些患者會是兩種病同時都有的 其實會否增加了治療的難度 以及會否是否普遍 兩樣一起有的情況 其實很普遍 很多一些研究都會有說 其實抑鬱在飲食失調 共病是可能高達一半的人 都會有的 那這個難度的確會增加了 因為同時我們要專注 她的身體健康 包括慢慢要增幌 亦都要做回她的心理治療 但同時我們要擔心 她的情緒會否低落到一個地步 會想起一邊 或者我們會很擔心的事 所以其實是三樣東西要同時間進行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飲食失調 都不是單單一個醫生 或者一個人可以做得到 我們通常是醫生 精神科 會有心理學家 會有營養師 還有最重要是家人的支持 菲菲, 我想問你現在愛上了運動 跟治療有關嗎? 其實也有關 我做運動, 我會覺得… 首先我… 我保持著做運動 令我的身體更合適 就是狀態會好一點 這個我就很開心 然後我發覺當我不開心的時候 我去跑步, 我會爽脆一點 整個人覺得出了一身汗 我覺得… 應該是說做運動後 會令我們增加了多巴胺 好像會開心一點 真的有幫助很大 但你也知道, 坦白說 不願意的事是十常八九的 可能隨時有機會不開心 你害怕有一天又會復發嗎 其實我也會擔心 我周不時也會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當時那幾年過得比較… 比較黑暗一點 所以我想問醫生 我應該如何處理我這個情緒上 其實這樣說 剛才菲菲也有說過 她不開心, 她會吃東西 吃東西那一刻會比較開心 但你有沒有發覺吃完東西之後 你的罪咎感又令你更加不開心 對, 很多時候我們就找回 你那個不開心的源頭 很多時候就是對自己的認同 我想會否是你開始做健身 開始有多一個新的目標之後 覺得自己個人可能自信就會增加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慢慢建立自己的自我認同 人的價值不只是取決於 他的磅數是多少 他的三圍是多少, 是嗎? 又或者有多少個朋友喜歡我的身形 或者我穿衣服有多漂亮 一個人的價值可以在很多方面 如果你可以繼續維持著這個想法 我相信會復發的機會 希望可以減到最低 謝謝菲菲的分享 還有樂醫生的專業意見 有情緒問題, 記得找人聽聽 打電話也可以 情緒通義線18111, 24小時 都會有人接的 如果大家在任何健康問題上關注 歡迎上我們Facebook 開TV健康關注組的專業 留言給我們 也可以透過WhatsApp 5399-5388去留言 我們下集見, 再見 再見 蘇老 Dans Mis譜 呂, metros在 DH -T-G- -